这次午喝台地的茶以及咖啡农产业蓬勃发展 尤其在蜜香红茶的带动下 让天鹤茶品牌第四次成功转型 那么瑞士香农会也特别在21号的周末假日来办理了天鹤茶节 现场包括了音乐市集午喝修区 茶咖啡DIV体验及平民 让参加的游客民众都深刻体验到了午喝台地农产的魅力 太优秀了 金台奖 恭喜 不论是制茶技术比赛还是蜜香红茶评鉴 瑞士香午喝台地的茶农们都有优异的表现 各个穿金带淫 瑞士香农会在今天登场的天鹤茶节舞台上 邀集各级单位首长共同颁赠扁额 也证明了午喝台地茶产业 每次成功转型的坚人毅力不容小觑 吉林茶园 今天是这个算是年轻的一代 瑞士香午喝台地天鹤茶品牌已有20多年的历史 期间历经四次的转型都能更上一层楼 尤其广受国内外市场青睐的蜜香红茶产业 更创造在地茶产业的新纪录 中央市黄胜宏表示 接下来要朝产业环境转型来推动 那我们瑞士的蜜香红茶是我们台湾 甚至全世界的这种蜜香红茶的一个发源地 也是一个故乡 那在未来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个生产环境的改造 包含这个喷灌系统的一些设施的一些增建 还有我们加工厂的一个扩建的部分 能够再把我们五鹤的蜜香红茶 再次的行销到全世界各地 除了茶产业亮眼的转型成果 在农会与在地农民携手努力下 咖啡文旦等产业也多元化的发展 同时也结合五鹤西欧区推出茶 咖啡等各式产业手作DIY体验产业 人其超望 我们今天就是做那个精油外用膏的体验 然后这精油都是自己摧取的 自己种的茶树 澳洲茶树 我们就是体验小咖变大咖 种植小咖啡素苗 这也是我们五鹤的另外一个产业对不对 对对对 就让小朋友可以一直 民众们可以认识地方的体验 从小时候就数秒开始 瑞穗香农会透过天鹤茶节的办理 推广行销瑞穗优质的农特产品 五鹤台地独有的茶饮咖啡产业 也透过了天鹤茶品牌 让更多人认识瑞穗五鹤的茶产业历史文化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